那米糊這個米呢 是什麼米啊 白米喔 可以白米 我剛剛講糙米其實可以 因為是糊 你沒有給它吃到那個顆粒 所以你給它煮 就是那個按摩 上面那個撈起來 因為其實你想嘛 是要六個月剛開始 是它能吃多少 米糊有營養嗎 有耶 其實沒有那麼 它不是說白米沒有什麼營養嗎 之前我們前陣子 在幫那個農委會 在推廣白米 五穀米這些 然後他們覺得小朋友來講 其實以這樣子四到六個月的小朋友 其實你吃那個白米 那個按摩那個 第一個就是說 雖然你纖維沒有人家膏 你B群也沒有人家膏 可是它裡面維生素B1還不錯 因為在B1就對了 完全沒有到沒有營養這件事情 因為有些人 我們台灣人是比較少的 有些人他是有膚質過敏症的 他不能吃麥糊 所以基本上他從開始嘗試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他說 米糊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OK 對 所以沒有人 大家想得好像白白勾勾 就都沒有營養 以前都說精緻米好吃 現在大家一直在講說 五穀米 糙米才有營養 可能針對大人小 就是說稍微大一點的小朋友 我們就會做這樣的建議 可是你剛開始吃到六個月的時候 太小了 那麼五穀米去弄那個米糊 可以嗎 大一點 六個月一點 大一點可以 這個階段 六個月以前就還是不要 所以你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 因為如果今天吃木蘭 我大概到六個月以後 我就比較不怕了 可是現在因為我們有部分的家長 他們是奶粉的 奶粉的來講 其實奶粉它本身來講的話 它最缺乏的其實是維生素的部分 所以你要這樣去想 其實大部分我會比較喜歡的是 果汁跟果泥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讓它增加它的維生素 然後它增加的泥粉 或者是麥粉這個部分 其實它有趣的地方是在哪裡 重點不在於營養的地方 重點是讓它咀嚼 你會發現它這個時候會開始 它嘴巴會開始動 會去吞咽 這個時候其實是一個訓練 所以對營養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會增加的是熱量 另外來講的話 在這個時候會建議的其實是 富含鐵質的米粉 所以這個時候米粉來講的話 其實應該要有一些鐵質 或者是再過來 如果到六個月之後的 米粉來講的話 盡量都要挑那種有加鐵的 母奶其實在這個時候會 六個月之後來講的話 鐵質的部分要怎麼樣去加強 其實就是所謂的米粉 就是要加了一些有鐵質的米粉 所以這個地方的 有趣的地方其實是在這裡 就是你如果說 你今天純粹加果汁的話 會有維他命 但你加米粉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澱粉類的熱量 或者一些營養素 同時再加上一些鐵質 是 所以在這個 四到六個月的寶寶裡面 他們吃的米糊 麥糊 還有剛剛主人講的米粉 他這個一定要煮得很爛很爛很爛嗎 四到六個月的時候 是確實要爛 他如果煮得不夠爛會怎麼樣 甚至有的媽媽比較高剛 還會用果汁機稍微再打一下 它不夠爛會怎麼樣嗎 腸味道沒辦法吸收 會刮味 它沒辦法吞下去 它沒辦法吞 對 有遇過 他就是小孩子就是不肯吃 然後他就每次就用果汁機打... 打完之後 然後就用奶瓶味 奶瓶味 奶瓶味 一直味道一碎 然後他就吞咽就會比較差 他就是到後來的時候 他要開始吃正常食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就會出現困擾 就會出現困難 所以對於這個來講的話 這種小孩子來講 其實四到六個月之後 你在吃副食品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吃母奶的話 我還是喜歡用母奶做比喻 吃母奶的話 你大概六個月之後的話 你加副食品的時候 你再來的時候加副食品的話 用什麼 其實不用奶瓶 你用湯匙 食管 甚至你用你的手 然後讓它去吸勻 然後去練習 然後去嘴巴去搓搓搓搓 去感覺到吃東西的愉快 但為什麼之前有說這個 麥糊比較容易過敏 過敏 就是剛才麥膚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它確實本來就是 比較容易過敏的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很簡單 我們這樣去想 台灣人 基本上台灣這個地方就只有產米 沒有嘴 產麥 所以我們這些人或許 體質可能就比較適合 體質上面來 當然其實就是在國外 就算英國啦 甚至在中國大陸 北方吃麥的國家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本來又... 就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本來就不適合吃麥糞 這個東西本身就是比較高過敏性 高致敏性 所以如果你今天吃米粉 沒有問題 吃米糊沒有問題 那恭喜你 那如果你今天吃麥粉 或吃麥糞 出了狀況的時候 也不要太擔心 大部分來講的話 你可能晚一點再吃就OK了 大概六個月以後啦 那就算你完全不吃 也沒什麼關係 你就這樣想嘛 台灣人其實本來就只有出產稻米 本來就沒有麥啊 所以你光吃米的部分 其實我們米反而 就是取得了更容易對不對 是啊 OK 農委會應該給我一個獎狀態 農委會應該開心 對 我要買到新鮮麥子不容易吧 真的喔 對啊 都是太陽過敗的 所以這個米糊就是要煮的 六個月以前煮得爛一點 對 還是要爛一點 六個月之後 它其實就可以慢慢給它一點點 對 這個可以讓它練習咀嚼的 其實大概三四個月 大概就米湯這樣就很夠了 米湯就已經很好 你要吃到米糊 我覺得不太容易 六個月開始才比較會吞 西式果汁的話 我們剛剛講說 它就是 每個國家不太一樣嗎 那這樣子 到底我們是真的要1比1嗎 我們通常教都是1比1啦 對 那1比1的話 是耶 真的 我是比較不一樣的 可是我去研究啊 那主要你是1比幾 我啊 原則 你說我小時候 不是啦 我是說你會建議那個媽媽是1比幾 就是我大部分會建議來講的話 我會照美國派的走法 1比 大部分來講的話 大部分我因為吃木耳的娃娃來講的話 大概1比5 1比6到1比10左右 都可以 OK 然後你吃了沒有問題之後 你再慢慢來給它調膿 增加濃度 那我剛才講的像說 有的他們是很早就開始吃 如果你今天是三個月就開始吃的話 其實有的他真的會建議 稀釋到20倍左右 可是台灣確實大部分都是說1比1 但是如果你 因為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發現他們不是這麼做的 但後來我又再去讀書 發現更混亂了 發現英國 歐洲都是1比20 對 1比10幾到20都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其他的亞洲國家呢 其他的亞洲國家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是你給它試試看 然後它如果今天拉肚子 那就再稀釋一點 對 如果它有一個很強的腸子 對 它就吃了都很好 有的小孩天賦亦餅 它是OK的 其實是OK的 有的是可以的 有的讓它甚至可能忘了吸水 開始用原汁給它喝 小孩也沒事 對 那就吃了吧 但是千萬記得 就是不能買那種什麼 那個 外面常說的那種市售 絕對不是那個 絕對不是那個 我們說的是現榨的果汁 現榨果汁 或者是你買專門嬰兒用的 對 你一開始吃新的東西 所以稀釋其實是比較安全的 那有沒有什麼種類的果汁 會變成寶寶比較好 基本上我們從水果來挑選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先從帶皮的 為什麼 因為帶皮可以去皮 就是一些農藥的一些污染 比如說像柳丁有沒有 柳丁有沒有 柳丁它是帶皮的嘛 那柳丁我可以直接 讓它這樣吸一下嗎 還是還要稀釋 沒有 它還是要用濾網 去濾掉那個纖維 因為它四到六個月而已 所以你基本上 你還是濾掉那個纖維 喝那個喝那個 是喔 對 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是像柳丁類的 因為它可以去皮 對 葡萄它可以去皮 對 然後番茄它也可以去皮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帶去皮 因為避免那些農藥問題 是 還是強調就是說 水果還是希望選當季的 當季比較新鮮的 剛剛1比1的原理是說 如果比如說你炸出來之後 你是2湯匙的原汁 就加2湯匙的那個水 就是做稀釋這樣子 所以媽媽可以先 從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先開始 那盡量就是說 像我們一些蘋果汁 西瓜汁 葡萄汁 柳丁汁 這個是小朋友接受度比較高的 那盡量不要給太酸的 我還是建議不要給太酸 不要喝檸檬汁 就是檸檬 葡萄柚 鳳梨汁 那種有點太酸的那種 就是不要 那可能就要像徐主任講 要1比20的習慣 這個真的是要鍛鍊 對 從小就鍛鍊小孩子的腸胃 像剛剛我們說喝果汁 我們真的會習慣用奶瓶裝 是不是 你會想說是睡嗎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就訓練用湯匙餵它 因為其實房間有很多 餵寶寶喝湯的湯匙 這樣他就知道說 這些東西就是要用這樣子喝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拿杯子 就口慢慢讓它明 他會學習 因為我們當然就是這樣喝 或是用那個喝藥的那種小杯子 也可以 因為他剛開始喝的量很少 你可以慢慢地訓練 他就會吞 那真的跟所有媽媽講 吃副食品不要怕髒 不要怕亂 這樣小孩才會訓練得好 就是你就墊好就好了 你就知道他要開始學習了 所以他讓他自己去開始去傳謀 原來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真的 有些媽媽因為擔心 變很亂 所以就是也比較不讓他自己來 就是都要人家餵這樣 其實要給他訓練的空間 是 OK 所以剛剛講到 喝果汁一定要稀釋 菜湯的部分 要選擇什麼樣子的菜湯 吃的時候 阿嬤都會說要補鈣補鈣 對啊 但是大骨吃的確實 他釋出來的鈣很少 然後呢 真的很少 大骨吃出來的鈣很少 真的很少 對 很少 沒什麼用了 那哪裡比較多 這